很喜欢穿鞋子的 因为他穿鞋子的 他就知道他是要出去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Mason淳美君 我会来啦 现在是廉价 这个劳动节加开栽节 廉价 所以呢我们老远从PJ travel到来KL 有个staycation 然后我看到这边灯光啊 这个什么采光 很好光线很好 所以就想说 一定要在这边拍一个影片 分享什么好嘞 就倒不如说一下 Jayden的鞋子 其实Jayden的鞋子 我没有特别去研究 然后特别去做什么survey 然后去找鞋子 而是这个品牌 Atipas Malaysia 就联络我 然后说送一双 两双给我的儿子 给他穿一下 然后可能可以分享一些review 这样子 我就有做一些survey 我看到这个鞋子 是来自KOREA的品牌 它有很多很漂亮的款式 很可爱 很适合平时的穿搭 我们刚刚收到的时候呢 我让他穿 那个时候是过年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的脚的size 是11cm 所以我们就选了M size给他 M size呢 是11.5cm以上的 他那个时候穿 在M size 一直会滑下来 可是现在呢 他已经开始会走路了 我们让他穿 欸他穿得很好耶 我看到他穿起来呢 穿得很舒服 然后跑得很快 然后他很enjoy走路 我觉得他的grip也很好 所以他跑跑跑 他不会滑倒 而so far我没有看到滑倒啦 是他自己可能站不稳的跌倒 就有这样的情况 可是滑倒并没有看到 有人讲说这种袜鞋啊 是臭臭鞋 很多孩子穿了之后 发现打开来 那个脚会臭 可是我so far我觉得还好耶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臭啦 可能就是穿太久 因为他下面其实是有孔的 所以呢 其实很透气 他每一次一上车 跑街了之后呢 我们带他上车 我一定把他脱下的 因为我们觉得 因为踩过地上嘛 他可能玩他的脚啊 然后又摸他自己的脸啊 我觉得很不卫生 所以每一次呢 我们带他上车 坐在他的cassi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把他的 这个鞋子给脱掉 so我们的习惯是这样子啦 那他其实除了阿迪巴鞋子 还有其他的鞋子的 但是那些鞋子 就我觉得是比较 是造型款 然后这种就比较practical 给大家看一下 哎呀 Jayden 很喜欢穿鞋子的 因为他穿鞋子呢 他就知道他是要出去的 面面面面 面面面 然后帮他穿也蛮 我觉得很方便啦 很容易穿 你喜欢穿鞋子吗 Jay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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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穿鞋子吗 Jayden 你喜欢穿鞋子吗 Jay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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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也要 其实这双鞋子啊 要洗起来也是很方便 我就直接呢 把鞋子放进那个洗衣袋里面 然后就都进洗衣袋里面洗 就可以了 很简单 我不会每一天都洗 不会是每一次 哎呀 你看他不能做久的 我不会每一次他穿完了 我就马上拿去洗的 我是大概在他的鞋底 用那个 Way Way 然后放alcohol 然后消毒 就擦一下表面 我觉得这样子应该足够吧 然后每一个星期呢 就丢进鞋子里面洗一次 就是这样子 所以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穿起来 鼻子也很喜欢 然后我觉得他 对他走路也走得很稳 穿着这双鞋子 嗯 所以我对他的评价还蛮高的 我就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啊 我现在在 呃一个hotel里面 我不知道 是不是应该放手 让他去到处去走 自己自由的行动呢 我们会很害怕的 到现在哦 我们会一直跟在他后面 很怕他跌倒 很怕他撞到那些 你看很怕他撞到夹尸啊什么的 嗯 嗯 既然讲到这里 讲到他走路 不如我就谈一下 啊 他这个学习走路的情况 还有整个过程 他在五个月多的时候 就开始学习 做 在七个月多的时候呢 就开始学习爬 八月到九月之间 就开始要站起来 扶着东西站起来 然后他藏着走路 但是我不知道算不算太快 呃因为 据我所知呢 我的浅见啦 呃其实如果孩子呢 他学习爬的时候 尽量让他多爬 呃因为这爬的这个过程呢 是对他的这个手脚的协调 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所以呃如果baby 开始学爬的时候 尽量让他爬 啊 他如果太快跳过那个 爬的过程哦 然后继续走路 并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我知道 Yuzebubi是这样子的 呃有时候 是这样子的情况 而导致他们会 呃很快的去走路 是因为呢 他活动的空间太小 所以呢 他会想办法去扶 呃去拔其他东西 抓其他东西啊 让自己尝试站起来 然后有其他的不同的活动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让baby有寬大的空间 让他自由的去爬行 好啦 那我们就 大家谈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记得 订阅 按赞 留言 分享 还有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哎 嘿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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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